中間那一小顆黃圓圓的 那個其實就是一個大概22K的黃金 那那個是取出來的時候是金紗 哇 這個就是金紗 這個金紗跟金紗巧克力不一樣 不一樣 這個不要吃 這個比較貴 嗨 大家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非常特別 我來到一個學員的公司裡面 然後這家公司叫做Digital Boarding 他們是一個貴金屬買賣交易平台 那在我左邊這位就是定哲陽先生 哈囉 我是哲陽 然後這位就是John 嗨 我是John 蠻有趣的一家公司 我們先來請問一下哲陽 就是當初怎麼會有產生這個項目的由來是什麼 OK 好 謝謝奶爸 那其實我們當然不是 某天早上醒來就覺得好 那我們來做黃金吧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其實我們從創業到現在已經了六年的時間 那第一個項目其實是做網路金融平台 它算是金融科技 叫旭新 那現在在台灣也是 金融科技來講是第一大平台 那旭新開始之後沒多久 所以我們又跨足到海外的商用不動產的開發 那是我們台灣防潮 那這家公司在做的項目 創新的商業模式 讓小額的投資人 也能夠參與國際商用地產的開發和利潤 像泰國 越南 菲律賓這些的土地 我們也都逐步的取得 那會在適當的時機對市場來推出 一個就是你買一整部的這個部分 一個就是大家一起來合買的部分 那其實朋友已經封領了 現在都是應該做出外牆的部分 如果您跟我們去的話 我會帶您大家這個工程員的電梯到上面去看 Global Tech is changed 這個案子比較特別 ECC E Center 就是今天的新的市中心 基本上就跟台北市當年開發 是因為主化區 其實十年前它是一個公司 然後把它提點起來 然後就是一個全新的重化區 我們Global Tech is changed 是第一個大層的商業 這個案子就是 剛打 進行了四年多 在柬埔寨 還有一些其他東南亞東協國家 都有很好的開發項目 那我們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發現到說 其實在東南亞東協這些國家 因為你做房地產 會遇到很多當地的地主 或當地的有錢人 發覺其實亞洲人 華人其實都對房地產 黃金這種我們講 硬資產 有很大量的需求 有部分的資產 是拿去進行 比較高風險的投資 股票 這些金融商品 但是一定有一部分 是擺在硬資產 房地產 黃金這種 它是安全地獄型的 這種配置上面 新加坡又從2012年開始 國家的政府政策支持 所有黃金的持有 交易增值 全部是免稅 基本上它跟香港一樣 它是一個自由感的概念 所以就發現 其實我們在東南亞 有很多的這些 比較高資產戶 他們都有需求在 新加坡買黃金 然後存放在新加坡 所以我們大概從去年的 9月份開始 集團就下面另外 是專門成立一家 做黃金實體金條 買賣和交易的公司 後來就是開始慢慢 讓你累積存量 在這個托管金庫裡面 到今年3月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其實應該 因為我們前面兩個做過很成功的項目 金融科技跟商用不動才開發的項目 我們發覺 其實我們應該要做一個網路平台 讓很多人 而且是不受國界的限制 都能夠透過網路平台 然後再買 我們存放在新加坡 然後脫管金庫裡面的實體的金條 所以這就是這樣子 然後從今年3月到6月 再做這些規劃 前期的準備 從7月開始 網站也正式對外公佈 然後我們就是來負責台灣市場的開發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所以這已經是你們的第三家公司了 是的 那公司是在新加坡 你剛剛講在新加坡是嗎 對總部 就是說我們從金融科技 房地產開發到現在做貴金屬 做黃金 我們總部都是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它的很多的優勢 包含它的法規很完善 商業的環境很成熟 也是整個東南亞的金融中心 基本上全球前500大企業 全部都在新加坡 有設有他們的亞洲區的總部 那他們最頂尖最厲害的這些金融 還有商業的人才也都在那邊 那當然對我們來講 黃金 在新加坡全部是免稅 對 所以它的資金的進出流通也都很自由 那這是它的優勢 所以你說的那個優勢 跟台灣比較起來 如果我在台灣買黃金 跟你們買黃金有什麼不一樣 OK 在台灣買黃金的話 大家通常比較熟悉就是兩種渠道 一個就是銀樓 銀樓 對銀樓 有買金式啦 小孩滿月啦 對 之類的去打金 打金式 那也有一些更早的長輩 就真的是買金條啦 對 這是一個 再來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銀行的黃金存折 黃金存折 對 那這兩種 其實沒有說 輸好輸壞 它只是一個選擇 對 那銀樓的缺點通常會發生在說 當你要去變現的時候 因為你拿的 不管是什麼樣子的金拿到銀樓 它一定要榮掉重驗的 那些火耗耗損 你穷月要算你的 對 而且它的買賣的價差其實是更大的 對 然後一個最傳統最基本的問題就是 你放在家裡面掉了你自己負責 沒有人會幫你 這是銀樓買賣的部分 所以銀樓其實大家也很清楚 銀樓大部分是做紀念的 就是小額的 紀念的 那當然 第二種很常見就是銀行的黃金存折 對 銀行黃金存折確實很安全 基本上銀行在台灣算是相當 就是政府做擔保的一個產業 對 但是呢 它有其他幾個比較 比較不是那麼有利的地方 我們覺得 第一個 你要買賣你得在 銀行有開門的時間 還有營業時間的限制 這限制也還好 再來就是說 其實它不是真的實體黃金 仔細去看那個 台灣銀行的網站 它上面關於黃金存折的說明 對 其實它的意思是 代表銀行欠你 譬如說你買一克 代表銀行欠你一克黃金 其實它是個債權來的 所以如果 假設你有100克的黃金存折在台灣銀行 你要去拿實體金條 你仔細去看 你要再另外付錢 它才會給你金條 真的喔 要補那個價差 所以它不是真的實體黃金 那當然它銀行做擔保 對 那 其實對於大部分人來講 最重要的還是一個就是 如果你買賣 價差 價差的部分 是有上稅的 是有上稅的 對 還是有的 所以新加坡的好處是 新加坡是免稅的 對就是你 我們關鍵就是你增值的部分 對 增值的部分是 免稅的 OK 那我們再來談談 為什麼你們會有黃金的專業 OK 好 那這個部分我要讓我的partner John來回答 好 所以我跟黃金的接觸大概是 從小時候開始 小時候 對 可能沒有很多人有握過一個金條 對 那我小時候握到的時候 我就非常驚訝 主要的話是因為 以前家裡的話 那個長輩他們有 剛好有黃金 那去握的時候其實就找到說 哇 為什麼這麼小一塊 它就可以這麼有份量 非常重 當你知道它這麼有份量的時候 你又知道說 它的價格 你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 一塊 不起眼的一個金條 會 你就要一百多萬 對 那創業的時候 本來是做大眾物資 接觸到大眾物資過後 才開始慢慢接觸到這個 黃金的實體交易 那一路上的話 也是因為有一些 很多的長輩啊 跟一些貴人他們的帶領 然後也開始接觸到礦 嗯 所以在從礦啊 怎麼去看 整個的一個 哪裡有黃金 金脈這些到熔煉 就是把黃金取出來過後 我們要怎麼把它的熔煉 怎麼把它的純度變高 到後面的一個實體的一個交易 那個時候你在哪裡 還是台灣嗎 那個時候 在國外 那國外 國外的話 其實在接觸黃金 主要都在 像 拉丁美洲 非洲 還有東南亞 對 這些國家其實都 黃金融非常的多 所以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到那個地方去 為了交易 對 冒著一個 人生地步時候 一個生命危險 就衝了 所以在那邊就認識了很多 關於黃金的相關知識 是 因為 因為要 為了要做這個交易 對 那為了做交易的話 從一開始 什麼都不懂 硬著投鼻去 去做 做到後面的話 自己也開始有一些心得 然後也開始的話 就是 對礦產 也有興趣 包含自己 開始也投入 做一些 小額的投資 對 然後到後面 就有一個 小許的成績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 進入大家 最感興趣的部分 就是商業模式的部分 歸公司 怎麼樣透過 你們這個歸金所的交易 達成一個 你們覺得 應該是會賺錢的一種商業模式 可以方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OK 好 以上業模式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 在新加坡的母公司 它是 黃金貿易商的資格 所以 當然 進黃金的價格 還有批量 這都是 比較佔有優勢的 因為 貿易商 批發 跟零售 一定就有這個 價差 價差在 對 所以第一個 當然我們是貿易商 黃金的量 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取得 價格上面的優勢 那再來就是因為黃金 它其實是可以做融資的 哦 黃金是可以做融資的 真正的實體黃金金條的交易 那當然它有很多的限制 就是比如說把那個金條 必須要放在托管金庫裡面 那是非常戒備森嚴的 托管金庫裡面 托管金庫 第三方的 我們放一入 我們自己也不能去碰它的 那也不在銀行裡面 那再來有 完全的保險去cover 第三方托管金庫 在新加坡有幾個這種專業的金庫 他們那種可以放四五百噸 所以我聽說連銀行的黃金也 對其實銀行很多黃金 不會放在它自己裡面 因為銀行是一個很明顯的目標 對 它其實是放在托管金庫裡面 那托管金庫裡面 戒備森嚴的跟軍銀是一樣的 所以你們買的黃金跟銀行一樣 是放在類似的 這樣子的托管金庫 我們就是擺在托管金庫裡面 那我們黃金擺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一部分的黃金是直接 就是比如說我們買100公斤黃金 我其實只付一部分的錢 另外一部分的錢是銀行先出的 所以就是你剛剛說的融資 融資對 黃金貿易本來就是可以用的 因為它是主額的單保品 那在這樣交易的過程當中 我的前面剛剛有提到的這個批量 跟零售中間的這個價差的利潤就翻倍 翻倍 對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就是 因為像John還有我們有其他的一些來源 我們是直接去礦 對 礦區 對 從礦從融鏈廠取得的 那那個價格又有更大的一個 跟市價有更大的價差的空間 我們來談談就是你們在行銷上面怎麼做 因為我覺得你們的 剛剛講到你們第一家公司到現在第三家公司 需要的信任感應該要非常的強 是 才有辦法讓客戶取信 然後讓他們願意花錢在你們這邊 對不對 所以在行銷上面 這個對網路行銷來講 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因為網路行銷大家都沒見過面 都互相不認識 所以你們一開始是怎麼去做行銷 了解 其實來半天問你真的問得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做的就不管從互聯網金融 三中不通常的開發投資 到現在做黃金貴金屬的交易與買賣 其實這個我們一般稱作涉入性非常深 因為是錢 對 我們做的跟錢相關的事情非常敏感 而且這些不管怎麼算 你金額都不是太小 而不是去吃一頓飯 不好吃 頂多我下次就不去了 這種社務性很深的產業 你剛才講的一點都沒錯 就是建立信任感很不容易 所以其實在我們做這個 蓄心科技做防潮的時候 頭一兩年真的是很辛苦 對就是要一點一點去累積我們的民生 我們的商譽 然後客戶對我們的了解跟信任 尤其我們又在商業模式上都有了些許的創新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種跟錢相關的產業 跟投資相關的 尤其像現在這個黃金買賣的 這種一定是行銷可以走空軍 就是網路上面可以做一些適當的素材的行銷 但是銷售渠道一定要走入軍 人對人面對面的 對面對面你看到我 才有辦法去建立那個關係 建立那個信任 但是我覺得現在也很好 是因為我們已經 我們不是第一天來到市場上面 我們走了這麼多年的時間 第一個我們有相當的客戶群 我們其實我們黃金第一步是什麼 是幫我們原有的舊客戶做資產配置 對 他們透過我們的黃金融平台的債權 他透過這個房潮的房地產的產權 你看多一個產品 多一個資產配置項目 那慢慢透過先從這樣子開始 然後透過Jong因為他做黃金的貿易 有專門有一圈投資人 就是專門就是喜歡黃金的 所以我們兩個是一個互補 我有過去的客戶群 他有專門做黃金貿易投資 黃金的特殊的族群 但是當然我們是希望讓更多人 能夠知道原來其實黃金可以這樣子投 不一定就只是我們剛剛前面有講的 那種最傳統最傳統的那種方式 那方式不是不好不是不行 當然可以 但是其實時代在進步 透過網路平台的買賣 其實你可以省去很多的時間成本 很多的資金的成本 保管的成本 保險的成本 而且甚至有時候還有價格上面的優勢 然後最重要是你在加坡 還有稅付的優勢 這些東西要透過網路平台 透過這樣一個創新的模式 去把它達成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你們的平台上面買賣黃金 是完全可以透過網路交易的對不對 是 哇 那這樣非常非常方便 那我想再強調一點 就是我們不是做 我們講Paper Go或是Contract Go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做那種 就是像MT4那種做 做Trading 做Hedge 做Dow-Chong 做那種台股 不是那一種東西 不是 那個是金融商品 那個你要做 你要去找投信投顧 找銀行 找那些網路上的有些平台 對他們 他們有牌照 他們去做那種 就是你可以做多做空 你可以保證金融交易槓桿 這種那是他們去做的事情 那是屬於金融商品 金融商品 我們做的是實體交易 實體黃金的交易 所以黃金在新加坡 對不對 黃金貿易商在新加坡 他在新加坡 有相對應的牌照 那你是透過他的網路平台 買他放在 新加坡托管金庫裡面的黃金 那你24小時 隨時你要買 要賣都可以 也沒有綁說 你買了就一定要擺多久 沒有 你買進了 一週後 價格大好 你要賣就賣掉 而且你賣掉 你也不用找 說你不用擔心說 那我要找誰賣 沒有你在網路平台上賣掉 我們直接跟你買回 所以就是保證 可以直接在這個平台裡面買 也可以直接在這個平台裡面賣掉 對 但是價格不保證 價格 黃金價格沒有人可以控制的 對不對 他是每天跟著倫敦金價 LBMA在跑的 但是賣的時候 就是當下我要賣 就是一定賣得掉 賣得出去就對了 是 是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說把自己家裡的黃金 拿來這邊賣 不是這個意思 是直接在這個平台裡面 跟他們買 然後直接在這個平台裡面賣掉 那當然也通常有人問 那我要真的拿金條可不可以 可以的 對 但是請飛到新加坡去拿 因為黃金在新加坡 對不對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你一個100克或是 我們講一公斤的金條 一公斤金條現在差不多 三萬七千多美金 破100萬台幣 對 那你要想看他的運費 他的保險 這都是划不來的 所以 你要在台灣拿金條的話 我是建議你到其他地方去買 但是如果你說你在我們平台上 你有累到一定的金額 你真的想要拿金條 請你飛去新加坡拿 就沒有任何其他的費用 但是帶回來要注意要報關 這是法律有規定的 超過一萬美金以上的 等值的要保管 所以聽起來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投資商品 但是黃金我覺得它是比較屬於一種 資產的配置 保值 對不對 現在通膨台灣一年也有3% 將近3%的通膨率很高 定存又只有一%而已 然後 針對高資產族群來講 高資產族群 他們都比較想要 結碎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蠻好的管道 我覺得 這樣手上的這個石頭是怎麼來的 這些就是直接從我們礦場拿出來的一些礦石 那它每一個其實都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就是在礦裡面 常常有時候會碰到的一些礦 對 所以裡面有黃金嘛 其實通常在找黃金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像這一種 它英文是叫Quartz 那它其實就長得很像水晶一樣 當這個是合成一塊的 當它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 對 可能覺得它只是一顆石頭 對 那其實如果敲開一看的話 其實會發現它裡面其實蠻漂亮的 很像一個水晶面這樣子 對 那我們其實在做礦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像這種石頭 我們去把它打碎 磨碎過後的時候 我們會去再給它做一個 沖洗跟篩選的一個方式 那看裡面有沒有黃金 那看它的量大概會是多少 所以你們是要怎麼去偵測這個石頭 該不該撿回去 該不該撿回去 對啊 因為石頭那麼多 是 應該不會每一顆都撿回去 不會不會 打碎吧 我們其實在可能一個 一個土地上的時候 我們會先把它上面 大概大概一個 一個Feed 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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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概先把它挖掉 那個Layer挖掉過後 它下面開始那個土的顏色 就會不一樣 那它可能會是從紅色 慢慢到可能下面變成是一個烏黑 嗯 那其實它 從 一直這樣挖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碰到這些石子 對 那我們看那個礦麥的時候 其實也是去Follow它那個 我們把那個土一挖掉 它會有不同的一個層次 我們去看它那個地形是怎麼去擠壓 它變成形成這個樣式 對 那挖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就會遇到像其他的一些礦 對 像這個就是T Antimony 這個的話它其實也是可以拿來做這個 合金的主用 對 所以這是你最近才帶回來台灣的嗎 這是最近帶回來的 沒錯 所以就是你們自己的礦區就對了 對 這個是我們現在目前在做裡面 直接拿出來的 可以透露一下你們是在哪個國家的礦區 我們主要的話在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很多國家 好今天非常開心到Digital Bullying的公司來 然後呢 其實這是一位 我的學員裡面非常特別的一位 他以前是這個 非幻象2000的 飛行 打政府工 對 然後他的創業過程呢 其實還蠻精彩的 各位如果看我的Blog的話 我之前有寫到 關於他這三家公司的一個創業經歷 好那等一下呢 我們帶各位看一下 醬從 拉丁美洲這邊帶回來的一些礦石 還有 還有我們帶你去看一下熔煉設備 OK GO 這是一個很非常簡單的一個熔煉設備 其實大家在網路上都可以直接訂購 那 我們這個熔煉設備的話 其實就是直接插電的 插電的時候 我們會讓他這個溫度到達大概1050度 對 因為黃金大概在這個 這個度數的時候 它才會溶解 那我們溶解過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把它做 其他後面的一個造型 把它做成塊狀的啊 或是圓球狀都可以 對 那這個是一個簡單的設備 所以它操作其實非常簡單 大家其實要自己做都很容易 這個是我們在國外 我們在做黃金的一些照片 中間那一小顆 黃圓圓的那個其實就是一個 大概22K的一個黃金 那那個是 取出來的時候是金紗 然後金紗過後 我們其實會直接是從這台機器 我們很傳統的把它洗出來 洗出來過後的時候 金紗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金紗 這個就是直接從礦裡面 跑出來的金紗 這個金紗跟金紗巧克力不一樣 不一樣啊 這個不要吃 這個比較貴 那我們這個的話 我們就會在當地把它做熔煉 然後它就會變這樣一個塊狀 這是我們在做當地的一個柴樣 柴樣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很傳統 我們去隨便挖一個坑 然後再把它放在這個盤子裡面 我們去把不要的東西把它盤出去 然後因為黃金它本身比較重 所以重的東西它會沉到最底 那沉到最底過後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留下來 然後看一下這個地區它的黃金的量 大概是多少 那我們其實在找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隨便亂找 我們在找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找像這種的石頭 像這張照片 它其實就是像有水晶一樣 那我會去follow這個 然後再去找說 它大概這邊會不會出現金 在用 Him做這張照片 不會做貨物 做貨物 對 做掛物 做貨物 所以我們可以槓桿 可以講中文嗎 對不起 去過...拉丁美洲 等一下 我一直想抓鼻子